近日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阿森纳中场厄齐尔将殷商缺席云立物浦的比赛 这是厄齐尔进入12月以来殷商缺席的第四场比赛 在本赛季阿森纳的28场比赛中 厄齐尔只代表球队出场16次 其中只有13次首发出场 他表现得很难适应埃美里的战术体系 而埃美里认为厄齐尔很难适应球队的高强度踢法 而厄齐尔和主教练埃美里的关系也不太好 据泰国日报了解 厄齐尔在球队会议时与教练发生冲突球员的工作态度 因此受到质疑 在此前 北伦敦德比阿森的4比2热次的比赛中 厄齐尔因为伤病缺席了比赛 而主教练埃美里在赛后接受采访时 被问到厄齐尔的情况时 他却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 同时 厄齐尔在场外的丑闻 不断此前太阳暴爆出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 阿森纳众多球星 在一场聚会上聚重嬉笑气视频中 厄齐尔嘴里塞着一个冲细气球本人 也处于半昏迷状态除此之外 据马卡报透露厄齐尔在养伤期间 每天约玩5个小时的电子游戏 有沉迷游戏的迹象 而具意为德国医生分析 这种对游戏的上瘾 可能会导致厄齐尔被捕伤病的恶化 延迟球员重返赛场的时间 在本赛季的厄齐尔一共代表球队出场16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